手游酷玩 这样的话不只影响他家 也影响我的游戏体验 现在这个小的看着我 还在这像我弄过牌 我也没太明白 到底是咋想的 这个时候呢 其实可以利用这个跳上来 这个跳的方法呢 有的时候会不成功 这个也是大家在踩边缘 就往前跳 然后踩那个边缘 再蹦才能上来 这个还是需要大家熟练来着 所以说需要一些些的小操作吧 但操作的内容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大家基本上玩个两三回 就能弄明白这个的原理了 现在呢 也是把这刮急的先抓走吧 那这样的话不是本营了吗 他家现在两个被我绑在火箭上了 然后有一个人刮急 那个人呢 如果说那个人也刮急 那这把我这就赢了 这已经可以宣判胜利了 而且比较难受的是 我这个火箭刷的位置 既然是在暖炉旁边啊 哎 他家好像那个人没挂急 啊 那个人好像去救队友了 哦 行啊 我看一看啊 哎 一个玻璃没有砸到 但是继续注意他 因为上面有他的队友 我怕他去救他队友 去耽误整体的一个进场 这小子跑的还挺快啊 但是没啥用 我再一次抓他 抓他之后呢 也是一直往左走 现在呢 其实 胜券已经在握了 只是看他家怎么处理我了 但是他家 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处理我吧 啊 这个面前这个人 已经被放飞了 这个老鼠呢 有点愣愣的 他看着我还不干 我这边推奶烂啊 我也没太想明白 哎 这个狗刚躺下啊 其实我刚才是想 我还是希望这个狗 一直处于一个活动状态的啊 因为我给他绑上之后呢 可以让这个狗不断的去 帮我去骚扰对面 不让对面来找我 我扔了一个盘子 然后也是成功砸中了 上方的这个 哎 什么情况 没有抓到吗 哎呦 哎呦 没有抓到啊 哎呦 我怎么从管道走了呀 完了 哎呀 这波是一波极其闹瘫的行为 其实我刚才那个位置我不动 不去抓他 就直接 等他过来 我就赢了 哎 玩的有点闹瘫了呀 这波 现在呢 其实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顺着左边门去找他 但我个人觉得不如去通过管道找他啊 因为我刚才从管道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了对面这个人的位置 所以说从管道走还是比较稳妥的 现在呢 也是找一下对面啊 哎 他成功的打着我了啊 然后让我减速了 现在呢 也是选择去继续追他啊 呃 一个爪子没有打到 这样的话呢 就没办法触发这个 我的技能了 有点难受 他现在通过管道走了啊 我在想 我在想怎么走 然后后来我想了想 其实没有必要 我抓他就行了呗 他还有点愣合 你看他 哎 我先把这个东西打开 他肯定跟他以为我要抓他 你知道吗 他直接往上蹦了 但其实呢我也只是 呃 想把这个纸盒打开拿到里边的道具 因为我没有道具 其实抓他还是比较费劲的 那我现在基本上 只要给他绑在火箭上 我就赢了呀 看看 能不能绑上 哎 啊 那直接取得胜利啊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 今天给大家看游戏的